北一南在臺北臨江夜市 失控咆哮海雜攤 现场指向东倒西歪 贩卖的饰品也都散落一地 只见逛夜市的民众 吓得赶紧闪避 就怕被波及赶紧报案 看到警方来还想冲上前攻击 男子喝醉失控 最后被压制带回 那个男的男女朋友吵架 然后就开始摔那个酒瓶 然后就是突然大妈 那个男的对警察动手 就是推他 就是有点恐怖 而且就是没有人敢靠近 事发在二十四号晚间 台北知名林江夜市内 两人是前男女朋友关系 一起卖法式摆摊一年多 但黄姓男子经常来要钱 喝醉砸摊的脱续行为 已经不是第一次 因为我听说是 好像这个男朋友会跟他要钱 不给钱会砸他的摊子 砸过完之后他们还在一起啊 也没有也没有来跟我们反应啊 经询问女方 不提告数 将男方 依违反社会资源无法 依法整办 黄姓男子 黄姓男子是夜市摊犯 眼中的头痛人物 三不五时就来砸摊要钱 不仅生意连带受影响 民众逛夜市也难以安心 三天新闻 梦古华林玉均台北城报导